最后一手郭老师是补到了一手猴子打野 那感觉MLG把 塞拉斯还是要选的 有石头人 塞拉斯必选 米K为这几把玩得好主动啊 只玩输出型打野是吧 是的 这上路又有线权 过来 换一个假眼 应该是 这不可能去跃吧 猴子是在附近的哦 想要过来去反包这个塞拉斯 但是塞拉斯直接选了反打 啊 这个鱼直接是过来想要去咬 香锅这个位置很尴尬 石头人这个时候好像帮不到兄弟啊 练住了 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啊 毕竟RYL之前是LDL联赛 他们三阶段的一个冠军队 而且他在去年下季赛的时候拿过亚军的 对 这个压力真的挺大的 但是中路队于 哎 北风这个好机会 这个血量怎么说 但美股斯应该是有捏住了 哎 焦了是吧 可以 闪下上来直接踩 但后面可惜是被换掉的 但也算是一波比较漂亮的单杀吧 两边在这个 哎 瑞尔很果断 这是娇闪上来 一屁股坐 仇杀直接给到 好像技能有点放不出来 自己可能要走不掉了 郭老师这里再度被抓 XZZ这里 二段的仇杀过来继续跟 想要去留落 但落比较灵活 状态比较好 应该是走掉的 上路这里 还是要被压 塞拉斯来了 这波 还好是没有六级 但想要过来直接跃 红洞咬住 墙路二段拉到 没办法 真的 石头人真的没得玩 奥克德斯在下路 依旧压得很凶啊 刚才刚好这波是有通闭的 仗着自己手长 而且对于XZZ来说 我感觉他即使亏限 都要来帮忙 兄弟支援的 塞拉斯如果说能偷落大 是个机会 落这波是没有六级的 对 这个位置开落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直接过来 把大招先拿了 怎么说 接一台 过去 伤害够了呀 没办法 惊鸿过去的 移速太快了 这个位置倒钩 差一丝伤害 没有收掉对方的 恶非流丝 北方来了 链子先给到 二段链 一个人 能不能PK一下 能打三个吗 完了 这维古斯还接个抽象过来 可以换掉了一个 而且他维古斯 好像带着个假身 是的 这个血量 不能这样子玩呀 一时在找机会硬抓 我可以让资源 但是我等级不能落下 这下落感觉又要想动手了 瑞尔一屁股 洗澡了两个人 这个机用拉得很漂亮 暴风雨人 交完之后 非流丝过来还在点 而且是有偷到 这个暴风雨人的 两边都是残血 但是这个金身 交的位置比较尴尬 赶紧交闪先走 萨斯过来 还让咱越先 出一道路 落了之后 一个人过来杀两个 猴子来了 当着天空给上去 一棒子过来 敲到瑞尔的人头 残血的妖极 赶紧往后拉扯下 两边这波是打出来了 下落双人组的一波 二换二 最主要是等级也没差 那感觉小超梦这局 抗压做的还是挺成功的 确实 而且在这个情况下 下落又来吗 这又偷到了骆大招 瑞不是每波都有大的呀 没办法 而且这波 白蓝刀 不是给这个 饿飞流丝爽吃了呀 飞伦海直接 把下落塔皮 一个人单吃了 哇 知秋意 这波爽发育 仇杀过来 命中 但是好像 流到的是个 猴子的假身 差点这波也不太好飞 直接过来装鳄鱼 有没有机会 能直接秒 派纳西这个位置很尴尬 哇 这回离口 这么离谱吗 这个可血加Q技能 直接把鳄鱼救活了 而且自己还省了一个闪 后续的话 团战对于蓝色帮来说 要怎么处理 鳄飞流丝 这个位置大招没有的 但是对于赛拉斯来说 自己虽然是被 对方 对方 乐福兰收了 但是自己的队友都阵亡了 一波 一换五 A死 狭狗先锋也要被拿了 看看 一会怎么说吧 这把小龙的节奏 还行 这个位置又选择开 吸了两个人 吸得很不错 Q技能也 配合上队友重担的一个恐惧 请回减减撒下去 霞直接被秒了 放烟花了呀 对呀 我接受不了 侧一的话 是收掉了瑞尔 还可以接受吧 一换一的人头 给压力给的这么大 真的 而且现在就不给你这边抱团的机会啊 这个飞流车走脸了 但是 直接是交双招拉开的距离 反倒是香锅这里要被留 塞拉斯来 偷了个妖精的大招 给上去 又想过来去包夹一下石头人 完了 这不 石头人直接选择用大 还有一个爆炸果实 不着急 被卤下来了 这个位置练到 恐惧虽然没有摔上的话 但是伤害直接给到了呀 维古斯已经超神了 这个先锋过来要撞二他 高地友了 想杀这个阿菲流斯 想的有点多啊 这个阿菲流斯装备太好了 又有双招的 伤害不够 闪现W咬 咬的是谁 咬的是对方那个AD AD在临死之前开出来大招 但是鳄鱼伤害太高了 后续对韩谦来 韩谦洛来说 只要AGD 这个水晶就行了 但是没办法 猴子来了 这个小龙能放两条 但我就怕对面逼大龙 这是最夸张的 好 杀到天空开到了 但是阿菲流斯身上是有狂风的 直接拉开端气的 青红眼睛撒下来 落没了 韩谷斯仇杀命中 留住这里 插得得进场了 没办法 这好不容易找到一波 开阿菲流斯机会 伤害差太多了 没办法摸不到他了 对 而且这波有急跑的阿菲流斯 主要是 他知道对方要开他 选择 在这个时候 阿菲流斯主要是 他可能 两件套了 有狂风 没办法 虽然没闪 但有狂风 还是能做一段位移的 石头人 大招选择强行倾线 这个位置 自己倾了一波线 但是下一波线到了呀 没大了 那这个高地 可能要直接被拆了呀 嗯 是的 哎 这波想过来 尝试找机会 猴子经常直接被秒 这个大鳄鱼 顶在最前面 潘大西 太神勇了 有点 嗯 而且 这把对于塞拉斯来说 回家一会儿可能要三件套了呀 嗯 他这把直接拿 这波直接 跟队友收了人头 而且中下的水晶也给拔了 是 不是 这个BP太难做了 你后面 没想到对面 就是硬去摇了手 塞拉斯打野出来 对 这个你说谁能想到吗 哎 这个位置选择开 开的是谁 开的是对方的 维古斯 维古斯虽然阵亡 但是伤害打出来了 放眼花了 塞拉斯配合上 清晖夜莹的伤害 直接把对方两元大将融化了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急跑的 不着急 塞拉斯二段裂 虽然有个表 但也只能等死了 而且大龙可能对于 RL来说要收下了呀 这个鳄鱼 一个人追着 一个人追着中府 两个人在跟 大鳄鱼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中级统治 瑞尔库来 急拥用洗澡了两个 洛 开大招能走吗 但马上上马好像要好了 北方赶紧往后撤 辅助兄弟肯定要被卖了 CY固子也是倒地 塞拉斯完成了自己的超神 维古斯回家 直接三件套了 这个位置有一个落的大招 而且石头人没闪现的 这个位置加速给到 等CD就行了 这没办法 下路打了起来 这个位置对于猴子来说 直接往后撤了一下 鳄鱼过来还在追 能走一个是一个 落阵亡了 但是妖极的位置有点尴尬呀 这要被四个人进行围包了 猴子觉得想要走 但瑞尔海克斯科技闪过来 Q就能戳一下 出发冰川 想要去继续粘 因为刚交了一个假猴这个位置 猴子有没有跑的一个机会呀 感觉有点难 要被瑞尔一个人拖死了 那其他两个兄弟过来 直接鳄鱼不讲道理 闪现一口咬上去 北方这里也倒地 对的 两个人留人 两个人 分别是二二留人 剩下只有一个赛拉斯 把这个下路的水晶想拆了 交完精深 有人后续能过来收一下吗 这个残血的赛拉斯 好像没有人能去管得到了 还有块表还能在拖 韩前罗这里倒了 鳄鱼咬住了CY菇的 落刚出来 人也要被融化 两座门亚塔高破 只剩下了一个罗水晶 那小肠梦参学的石头人 也是倒在了自家的泉水里 我们应该是可以恭喜RVL 在这场B5的淘汰赛当中 2比0拿下赛点 是的